監視器清楚拍下 女子先是裝作落無騎士 慢慢接近收銀台 接著先用手一探 發現收銀台沒有鎖 這時看到有人剛好走過 女子相當機靈的馬上把手放回身上 頭也抬上 繼續一副沒什麼事發生的樣子 然後下一秒 女子又把身體往收銀台一靠 左手伸向收銀台 右手則拿起錢包遮擋 在此同時 三萬四成功到手 這時又近有人走過 她機靈的又裝作一副沒有事情發生的樣子 讓人以為是店員的好友 整起竊案發生在十八號下午 被偷錢的就是這家位在桃園中立 中正路上的超商 店家回憶 女子當時向店員表示要一箱水 店員部有她 走向倉庫去搬水 竊弦就趁著短短一分鐘不到的時間行竊 看看女子整個行竊的時間 當左手放上鈔票上 注意看是直接放在大鈔 接著一 二 三 等到三秒 就成功將三萬四到手 超商位置在市中心的鬧區 生意本來就不錯 店家為此還沒有射門 方便客人進出 為了人來冷網間 卻還是讓竊弦得逞 只能怪店員一時疏忽 也怪民眾冷漠 這林中正言靜語 《好運報》報導 如果你們可以滅熱又是神話 2021年中的無縁 我會否 assert引人 我會否有道德